他四年时间做到公司高管,年入30万元,却在前途大好之时毅然辞职,选择自己创业。 没有资金,便败掉房子,拿着60多万元开始了自己的事业。 起初并不顺利,险些赔掉所有,却凭借坚持做出报品,一举斩获3000多万元。 他首都第一儿童临时标准,凭此一年收入4.17亿元。 此后更成功将自己的店铺开到3000多家。 全年营收更是接近100亿元。 他是如何一步步做到如今的高度呢? 过程之中又遭遇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和挑战? 本期商将锦囊就带你一起走进这位零食大王,看看他的创业人生。 本期主人公名叫杨洪春,是湖北京州人。 1997年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广东地区的克隆电器公司。 在这里,他凭借自己的认真努力,仅用了4年时间,就做到了公司的高管层。 随着不断地打拼,他的年薪在2000年初就达到了30万元。 可事业正值上升期的他,却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。 2005年的时候,他选择辞职,想要自主创业。 彼时还没有明确创业方向的他,只能四处物色效。 机缘巧合下,他了解到饿百事创始人曾说过的一句话, 把全世界的零食放在顾客家门口,这句话给了他启发。 因为在那个时期,我顾人民的食品需求已经从吃饱渐渐转向吃好。 将各地的特色汇聚一堂,送到消费者家门前,这岂不是一个绝好的创意点子。 光有点子,却没有临时产业相关的知识,想要开始做事,无异于吃人说梦。 于是,杨红春花费数月,便访全国20多个城市,走进200来家工厂,四处取经学习。 虽然前后花费了大把时间,更是消耗了近20万元的路位,收获却同样非常多。 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,他更加明确了零食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前景。 手中存款消耗得差不多了,他就卖掉房产,拿着60多万,开始了自己的生意。 2006年8月,武汉中山广场对面,出现了一家名叫良品库子的零食店。 店铺面积虽然很小,仅有30来平米,可里面的零食种类却高达50多种。 这正是杨红春的第一家店,开业这一天,他带着员工一起。 在店面门口邀请过路群众免费品尝。 辛苦一天下来,算算卖出了1300元,看似还不错。 可免费试吃的成本就足足花费了1400元,这样来看,还亏损了一些。 但施安销售逻辑的杨红春却不以为意。 他知道,前期正是花钱赚吆喝的时候,现在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不舍。 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,每天都是这种情况,那段日子真的非常的暗。 眼见着亏损累计越来越多,就快看不下去时,终于迎来转机。 两个多月后,前期的投入终于有了效果,一天的营业额足足做到了4200元,此后更是很快破完。 眼看这是确实能做,杨红春趁热打铁,就在这一年接连开启了6家店铺。 这下,事业总算步入了稳步上升阶段。 经历过创业前期的考察,杨红春深知自己做的是食品行业,必须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,品质过硬才能筑起最基本的企业护城河。 这一理念也始终贯穿于良品铺子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。 有人向他推荐东走,尝了之后他觉得非常不错,可这东西不易保存。 不愿轻易放弃的,他移入国外技术,经过数百次实验后,终于成功。 既保留了好的口感,还延长了保存时间,成功将其推为主打产品之一。 后来光凭这一项,他就收入三千多万元。 后来更是为了推出优质的鸡蛋杆,花费四年时间和无数资金才最终成功,一举掌握市场口碑。 2015年时,公司的肉松饼变质事件发生后,他也没有任何犹豫,大手一挥,直接销毁了200万元的整批货物。 做好了品质后,从2011年开始,杨红春就带领公司扩展了电商渠道, 通过互联网渠道,将自家产品远销多地,为日后打好的非常扎实的底子, 更成为少数国内线下结合线上的实体企业。 不仅懂得如何销售,把控产品质量,杨红春同样非常清楚如何运营一个企业。 为了扩大规模,同样是从2011年起,他就采取了加盟制, 鼓励大家一起加入良品铺子大家庭,并大力扶持加盟商,希望能实现共同志目。 仅花费一年时间,全国门店就激增到了900多家,在职人员更是多达3000多人。 2013年,这一数据继续大幅增加,达到了1200家门店, 一时间这一品牌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。 2018年时,杨红春把握住了市场风向,开始进军高端零食行列。 因为他发现,吃饱吃好后,人们还希望能够绿色健康。 为此,他不惜花费重金,聘请多个行业的专家,组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, 旨在做出兼具口感味道和营养健康的高端零食。 据年报来看,良品铺子虽然只是一家零食企业, 可他们一年的研发成本就高达3967万元。 并且,这一数字还在稳度增长。 也是在不断的研发探索过程中,企业首度定义了儿童零食标准, 并联合国内多部门和企业将儿童零食标准细则成功定立下来。 良品铺子此后依照标准打造出的儿童零食更事, 在2021年时为公司带来4.17亿元的销售。 2020年还有一件大事,就是随正值疫情, 良品铺子仍是成功通过互联网直播,远程在上交所上市, 募集金额组有4.879亿元。 不仅是湖北首家上市企业, 更成为国内第一家成功上市的高端零食品牌。 疫情发生时,杨红春更是以身作则, 大力捐助湖北省内多个地区的医疗机构, 食品生活医疗等股资仅千万美。 更为了提振省内经济,大力采购湖北各地特产。 2021年时, 良品铺子的营收仍保持增长趋势, 营收额高达93.24亿元,增长率足有18%。 2023年几上半年, 其全国店铺数量就达到了3299家, 成功覆盖所有省份。 17年的发展历程, 杨红春带领这家企业从零做到3000多家, 一路披荆斩棘, 勇于创新, 中市成功书写出一段华丽的商业篇章。 看完杨红春的创业故事,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